小朋友呀 歡迎你收看同心零食 你猜一下這些公仔有什麼共同的地方呢 當然就是他們全部都有頭盔 而我覺得最特別的就是這兩個 因為這兩個都是有眼罩的 而且這個眼罩還可以動的 那你猜一下為什麼小鳥都需要眼罩呢 當有大風吹向你的眼睛的時候 你都會流眼水的 你有沒有想過 小鳥飛的時候這麼大風 他的眼睛怎麼辦呢 其實因為他們的眼睛跟我們是不同的 小鳥多了一個眼皮是我們沒有的 這個眼皮是透明的 而且是在他的眼角那裡 跟著他的嘴的位置的 當這個小鳥不是飛的時候 這個眼皮有時候就會掃一下那隻眼 就好像眨眼那樣用來抹走那些層 還有會抹一些油在眼珠那裡 讓它舒服一點的 這個這麼特別的眼皮呢 就叫做信膜 除了可以抹一下眼之外 它還有一個特別的功用的 就是當它完全合起來的時候 就好像一對眼罩一樣的 等那個小鳥飛的時候 然後看清楚前面的東西 神做了眼睛給鳥仔 動物和人 等所有的生物都看到 他們是去著什麼地方的 我們都習慣了信任我們的眼睛 去知道周圍是怎樣的 但是神想我們 就算看不見他 都要相信他 在聖經那裡說 因我門行是為人 是憑著信心 不是憑著眼見 如果你蒙著眼睛 靠你的朋友牽著你的手 帶你去一個地方的話 那你就要信任他的指揮 他說轉左就轉左 轉右就轉右 因為你不可以靠自己的眼睛看 同樣神都叫我們要相信他 所有他的指引都是真實的 所以我們可以很放心地 讓他來帶領我們的 好 請你再跟我讀這句聖經一次 你跟著我 因我們行是為人 是憑著信心 不時憑著眼見 有主耶穌帶領你 就不會像倉樹般盲中中戀地做啦 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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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